这个很厉害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你再说一说 那个 哭18章 28节 我看一下28节 来28节怎么样 有个酷酷瘦 不是18节 28节 28没有啊 没有酷 在哪 是29 Troop不是Troop 找找 对你找找 还有没有其他的人有问题 有没有其他人有问题 18章的第8节 18章的第8节 我们看一下第8节 来 第8节 好 怎么样 consuming consuming 这个单词 consuming OK consuming 我们一般 consume 是什么意思 consume 不知道 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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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买东西 消费 消费 consuming OK 可是当consuming 火 是什么意思 形容火焰 那那个consuming 是什么 是燃烧的意思 OK 燃烧的这个火焰 OK 从他的嘴巴里冒出来 就是一面 那是燃烧着 不是那种烟 不是那种很小的火 而是燃烧着正在旺盛的那个火 OK 所以叫consuming consume 不是消费 不是什么的意思吗 这里的consuming 就形容这个东西是燃烧着 而且consume 有吞噬的意思 它把什么东西消耗殆尽 OK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火场 我不能再跑进去了 因为里面是什么 consuming fire 你一听consuming fire 就知道里面是会把你给吞掉的那种火焰 可见火势是大还是小 火势是大还是小 大 大 因为它会吞噬你的那种火 OK 所以我们叫consuming fire OK 所以凡是讲到火的时候 它如果用consuming fire 它如果用consuming fire的话 这不是小的火 不是你的一点小火种 烤地瓜的什么小火种 不是 它这个consuming fire 表示是可以烧起来 会吞噬你的那一种 吞噬你的那一种 OK 所以叫consuming fire OK 这个consume也可以用作另外一个用法 比如说 比如说 the fire the fire 我这样子说 我造一个句子 我说 这火有多大呀 oh the fire consumed my house 所以 consume是什么意思 火怎么了 老师 烧掉了 烧掉了 真的吞噬掉我的房子了 我房子啥也没有都烧光光了 就consume OK consume 这个字呢 consume 比如说consumer 是消费者 美国有消费者协会 消费者去抱怨 哎呀你这个鱼做的不好吃 你这个水果不新鲜 consumer 你这个车子卖的很烂 consumer 消费者 consume 是消费的动词 所以consume 有什么意思 把这个东西用光光 吃光光 花光光 叫consume 对不对 好 所以你要理解 当它跟火连结在一起的时候 那就是这个火把你怎么样 可以吞噬你的那种火 所以这个火是火是很旺的可以燃烧着的火 所以当它用动词的时候 consuming当然是一个形容词 修饰这个火 叫consuming fire 那当我讲说the fire consumed my house 啊火把我的房子消费光了 不是消费 而是它把我的房子给吞噬掉了 就没了 烧光光了 哎那个火灾后来你怎么样 你是怎么样的情况啊 那火太大了 没有办法 东西都给烧光了 consumed my house consumed ok 有的火很恐怖啊 把怎么样 把整个工厂 consumed 了 把整条街 consumed 了 把一家五口 consumed 了 怎么样 那是什么意思 consumed是什么 烧个金光 烧煤了 吞噬掉了 所以我们叫consume这个字 所以当consuming 用形容词来形容fire的时候 那个火是很大的 就是火是很大 把它都给吞噬掉了 ok 好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经文的本身 经文的本身说 他说 烟是从他的鼻孔里冒出来 第一部分没有问题 smoke rose from his nostril nostril是他的鼻孔 consuming fire 你一看到consuming fire 这个是大火燃烧是吧 came from his mouth 他的嘴巴里冒出来的是那种大火 燃烧大火 一看就是可以把它吞光光的那种火 是很大的 叫consuming fire 不是你烧地瓜的那种小火 他这个不是那种暗火 这个是明火 而是从他的嘴巴里冒出来的 好 有没有问题 那blaze 那后面那个blaze就是那个意思应该是差不多是吧 blaze 燃烧 blaze也是一样 就是熊熊的燃烧 这后面的burning coals coals是炭 就是我们烧的木炭的炭 burning coals表示那个炭是怎么样的炭 燃烧的炭 就是在炭 灼热的 灼热的 通常炭不会冒火 对吧 可是炭本身非常的灼热 你碰都不能碰的那种 ok 他blaze out of it ok 他从这个其中 ok 在那里熊熊的在那 炭灼热的炭火 真的他也跟着在那里烧的一次 ok 炭火很热很热烧的很热 这种叫做blaze 有没有问题 这些都是跟你讲就是用火 凡是用火方面 ok用火方面的时候 我们学习到这个 这个这些字将来你在其他的地方都可以用得到 比如说你形容他那个blaze的是让你看到火焰的那一种 blaze的这个字可能你不熟悉 blaze是看到有火有火焰的 ok